好 翻到127 先講 我們今天這一節上完之後 我們從下一節開始會用三節課的時間看電影 以及電影之後的分數 所以我們今天課程會用一個相對比較快的方式 用高鐵的速度 因為4-1其實是一個蠻簡單的章節 所以我們在4-1今天能講多少會盡量多講 那根據上一個班上的內容 他們會覺得比較像是國中講的內容稍微再多一點 好 所以待會快並不是我們在改課 來 127 我們上一節課提到這一章 葡萄牙人走的是東方航線 西班牙人當時把地球算下 哥倫布那個時候因為沒有比較精確的精度儀 你知道維度跟精度嗎 當時在維度的判斷相對精準 精度的判斷相對不準 所以他把地球算下了 所以後來為什麼哥倫布來到西印度去島的時候 他覺得已經到達亞洲的外圍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當然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再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先提一段 我們上一節課有提到一個叫收復師弟運動 也就是我們知道基督教在中古後期 不是不斷地朝伊比利半島的南邊去壓迫穆斯林嗎 就像當初穆斯林是北上然後有了都爾戰役 那這個過程當中激發了很多的宗教敵對的情緒 宗教的熱情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熱情並沒有隨著1492年結束 那哥倫布本身就是因為伊莎貝拉女王說 我看著穆斯林我就贊助你的航海事業嘛 所以這個時候他出去航行 然後同時帶著收復師弟運動的宗教熱情 我談這一段是因為我們客人不太講這一段 但它很重要 第一個第一大發現的百年出去的國家 都是伊比利半島的國家 他們都帶有很高的宗教熱情 所以你看他們把說阿拉伯語的穆斯林叫摩爾人 印度洋充滿了摩爾人 我們知道阿拉伯人曾經建構一個 橫跨歐亞非山中的大帝國 後來被土耳其人取代 可是他們在海上貿易的地位一直都在 印度洋一直都是阿拉伯的商人 那這些阿拉伯商人等到達切馬繞過了好旺角 來到了印度洋的時候 他們發現這個地方充滿了異教徒 那他們怎麼看這些異教徒呢 他們覺得這些異教徒都是敵人 後來就大開殺截 可是以阿拉伯人的角度 他們太習慣跟歐洲人做生意了 因為在歷史上他們就是轉手亞洲的這些商品 是不是透過他們賣到歐洲去 所以就是business嘛 就是賺錢嘛 可是沒有想到這些來的葡萄鴨人 以及後來來的其他國家的人 他們是帶著很強的仇恨的心理 所以各位看這個 東一度公司跟亞洲海洋這本書有提到 宗教教派的差異造成人跟人之間決定性的隔閡 我們的課本其實有這麼一張圖 你現在翻圍到124頁 這張是後代的一個描繪 描繪的就是達切馬抵達古里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當時大帆船 大帆船其實速度很慢 這個離蒸汽時代還很遠 那達切馬第一次抵達古里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印度西海岸 你看到課本這一張之後再翻到127頁 把這個地方筑記一下 達切馬不是這條航行路線嗎 他抵達的箭頭1498年這個地方 就是古里筑記上去 這是一個大港 很多的香料古里在我手裡的這邊 很多的香料很多的物產 在這個地方做交換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很多人早就看過許多的 就是基督徒來做生意 只是以前都是和平來 沒有想到是什麼 在達切馬第一次抵達古里 他還不太清楚這個地方的虛實 因此就是大概了解這個地方 你們是沒有找到古里嗎 古里寫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古里 就是達切馬第一次抵達東方 就是印度西海岸的古里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第一次他還不知道虛實 因此就是有點像禮貌性的拜會 第二次達切馬就有備而來 他準備很多門的大炮 直接就朝古里轟擊 各位知道這個舉動完全沒有必要 因為古里的人並沒有不跟你做生意 他們是要做生意 他們一直都在做生意 所以其實某個角度來講 宗教過度的熱情妨礙了葡萄牙人 在東方正常的貿易 它是帶著宗教的仇恨而來的 我想就是說我們因為課本放的重點 是歐洲跟其他地方的交流 這個交流的第一時間 往往是一個巨大的衝突 這個巨大衝突背後是偏見跟誤解 這個是我們提到的 那我想127頁我們就是用這個方式開頭 請注意到第二小節歐洲跟美洲的互動 這段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看新大陸跟舊大陸又連在一起了 我們上一節課講 自從冰河時期結束 白令路橋變白令海峽分開了 此後各自發展 再次真的有意義相連是在1492年的10月12號 這一天在比較早之前都會叫哥倫布日 只是我們現在對這些殖民者征服者的看法 從被殖民被征服的角度就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現在才取消了哥倫布日 否則這一天是曾經被大肆紀念 那哥倫布踏上西印度群島 還沒有踏上美洲本土 那其實他踏上來一個島現在是有爭議 我們只知道他來到了西印度群島 然後他以為這個地方是亞洲的外圍 所以為什麼會叫西印度 為什麼會跟印度扯上關係 就是他弄錯了 這個後來一段時間才更正 那我們看到這也是從半島來的人 帶著宗教的仇恨 帶著歐洲人這個時候某種的執念跟偏見 那他們就從這個島嶼上的人聽到說 大陸上有非常多的資源 白銀跟其他的有用的資源等等 那我想課本現在請翻到128頁 128頁是不是有提到 在中南美洲有幾個古文明 也就是各位在國中的時候應該都有提過的話 我想這一段我採取的策略就是幫各位直接做一個表格 因為實際上他沒有辦法詳細講 課本也沒有真的講很多 好來 當時在中美洲有兩個比較顯著的政權 一個是在今天墨西哥境內的阿茲特克 一個是在墨西哥南邊大概接近中美洲國家的馬亞 那他們的狀況不同 馬亞是一個比較早熟的美洲的文明 在科倫普抵達的這一刻他早就已經世衛了 就是分成很多的小方 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 可是阿茲特克在西班牙人來的時候 是到達最巔峰的 最巔峰就是他武力最強 政治力最強大的時候 好來 當時在南美洲靠近太平洋這一側 有印加帝國 他同樣到達全盛時期 所以控制的範圍很廣 同時統治的人口眾多 西班牙後來摧毀的就是這兩個大帝國 那不是在哥倫布的時候 我們知道哥倫布前後幾次的航行 他一直在探索西印度群島 以及知道說大概美洲後面還有一塊很大的大陸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後來哥倫布的後輩 也就是科提斯跟皮薩羅 分別征服了阿茲特克以及印加王國 那我們現在主要在講這個過程 那課文我們都不發現 我確定各位是看得懂的 好來 我們先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皮薩羅 皮薩羅就是後來登陸了美洲往南進攻 然後國桌的印加的皇帝阿塔巴古拉 這是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課 印加當時是大帝國 皮薩羅只帶了不到兩百個人 結果擊敗了八萬人 請你老海中想一下這個畫面 你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們現在在談的正好是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一課 可是這一課其實後面有代表很積極的意義 它是新大陸跟舊大陸相遇的定刻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現在來講 那我引述的這本書 很適合各位非第一班群的看 叫《槍泡病菌跟鋼鐵》 我現在正在重整我那個座位的那個小書庫 就是我禁掉一些書 我再來會以醫學史為主 也放了這一本 那目前還不能借 大概下禮拜我就會把它處理好 那在《槍泡病菌與鋼鐵》 就是丹門的這本書 它裡面其實是從生態 從病菌 從人類發明的角度 去看新舊大陸之間的遭遇 那他有講到這一段 毗薩羅這個征服印加帝國的這個西班牙人 他不到兩百人 可是阿塔華普拉這個印加的皇帝底下是有八萬人 跟他們相遇的時候是什麼畫面呢 每週上一節課我有沒有講過 這是一個沒有輪子的文化 我有一個印象嗎 每週沒有輪子 是有講過還沒講過 來 每週沒有輪子 你們覺得輪子裝在車上面是誰去拉 來 回答這應該很簡單 其他方回答人是錯的 一般人去拉車是很沒有效率 因為人太做了 我們一般是用什麼去拉車 是馬匹跟牛之類的 牲畜嘛 大型哺乳類嘛 來 每週沒有什麼大型哺乳類 因為每週經歷過一次大型哺乳類的滅絕 每週只有什麼 每週只有草泥馬 這不是罵人 每週只有草泥馬 好 那意思我們看到的是 而每週其實缺乏大型牲畜 在現在我們看到相遇的這一刻 印加大軍看到馬匹就嚇到了 其實我們一般人看到馬是會畏懼的 人高馬大的意思是不是在形容馬匹的巨大 如果馬匹這時候生氣 在抬起他的前提的時候 跟人的身高相比 是不是顯得人會很渺小 每週人沒有看過馬 每週人沒有看過這種大型 具有攻擊力的生畜 可是這時候看到了 那我們知道人在第一次碰到 沒有遇到的事情的時候 就驚呆了嘛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震撼嘛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不能用一般的常理去解釋 就是馬匹嘛 因為各位都了解馬 但是他們不了解 好 美洲沒有鐵器 美洲沒有發展出煉鐵 可是歐洲早就 舊大陸早就已經有一個 遠遠流長的鐵器的傳統 好 那所以這個刀劍代表是這個 槍炮美洲也沒有 所以這些東西當他第一次使用 也就是印加跟提薩羅的軍隊第一次遭遇的時候 那阿塔巴普拉的印加軍隊有什麼東西呢 有石頭 有銅器 有狼牙棒 有斧頭 各位知道這個差距了吧 所以皇帝最後是被活捉的 那皇帝被活捉後來就看清楚 這些西班牙人其實也是要經營財寶了 那他自己本能變成肉票 然後就要把這個皇帝數回去 阿塔巴普拉數回去 結果皮薩羅開書的價碼是多少呢 裝滿三個房間的黃金跟白銀 就是把這個房子全部裝滿 阿塔巴普拉湊出來了 美洲真的是一個充滿貴金屬的地方 結果等到阿塔巴普拉的部下 把這些東西湊出來之後 肉票就被撕票了 阿塔巴普拉就被撕死了 為什麼 皮薩羅想說如果放他回去的話 他一定會再調集大軍來打皮薩羅 那各位知道第二次跟第一次相比 那個震撼就沒有這麼強了 所以阿塔巴普拉是這樣被殺掉的 那我們看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點 你看這些帶著宗教仇恨的人 皮薩羅的名言是 上帝的愛是帶有血腥味的 這句話你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解釋 可是他們現在的這種宗教的情懷 反而是增長他們殺人的行動 然後他們殘酷的鎮壓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沒有講到的背後 還有天花已經先一步抵達了印加帝國 天花是誰帶來的 天花就哥倫布這一批西班牙人帶來了 但是疾病走的速度會比人還來得快 口鼻我們應該很熟悉這個過程 好 那因此天花已經蹂躏了印加帝國 印加的皇帝本來不是阿塔巴普拉 我們剛剛講的那一位不是 是他爸爸 因為他爸得天花死掉了 所以阿塔巴普拉跟他的兄弟 在爭皇帝的位子 所以你看天花是站在歐洲人這一邊的 天花在一段不算長的時間 殲滅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每周圓珠 所以其實如果不是天花 如果不是我們剛剛講的馬匹槍炮鐵器 歐洲人沒有辦法這麼佔優勢對於美洲 可是之所以會是剛剛這個很誇張的過程 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些 美中沒有而歐洲有的因素 好 這本推薦給各位 賈德戴濃的《槍炮立舉的方天》 其實這一本書已經出版了25年了 比各位的年紀都還要來得再大一些 可是有些書真的是歷久迷新 我相信各位如果現在有機會看這一本書 第一個你會很有收穫 第二個你不會覺得這是一本很舊的書 它裡面講的東西是用一種大歷史的觀念 把這一些的元素整合起來 去看整個人類在各個區域內 為什麼它最後會長成這個樣子 它有一些很盛整的因素 好 再來請看到的是古文明的消滅 因此我們現在要看到的是 好 請看到在課本的 127頁請翻回來 127頁在最底下的這兩行 我用了兩張地圖來幫各位補充 來當這些古文明被消滅之後 各位知道阿茲特克是在我手裡這個地方 定家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些後來都變成是西班牙廣大的 美洲帝國 咖啡色的部分 那瓦桃牙後來擁有的是巴西 也就是黃色的這個部分 所以海外探險 海外殖民的第一個百年 就是伊比利半島的兩個國家在美洲的天下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只是我再列出一張地圖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各位看美洲不是完全被佔領 有沒有發現北美洲比較偏大西洋這一側 當時是在一個 還沒有被西班牙或葡萄牙征服質疑的狀態 因此我們看到課本在127頁的最底下 這邊你自己畫下來 16世紀末荷蘭法國英國加入戰局 那這些國家當然你客服就會看過去 你自己注意一下 這三個裡面有兩個是新教國家 荷蘭是新教國家 英國是新教國家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百年的西班牙跟葡萄牙 都是舊教也就是天主教國家 新教跟舊教國家差在哪裡呢 新教國家像荷蘭跟英國 他們就真的就是賺錢歸賺錢 然後賺錢至榮耀上帝 可是他會不會特別把宗教獨立出來一塊呢 他們也派傳教士 可是他們對傳教士沒有這麼執著 可以傳教就傳教 不能傳教就算了 他會不會像打切馬那種殺人屠殺的方式呢 比較少 不太會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大發現的第二個百年 當這些國家加入戰局之後 第一個是性質改變了 商業的屬性變重 第二個是有一些新教的國家投入了 那這一些我想 課本的文字在128頁 你就可以不用看了 因為我直接附一張地圖比較快 好 來這一張 我們再講一次 這是西班牙人 跟剛剛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 這個地方是葡萄牙人 也就是今天的巴西為主 可是你發現在綠色跟粉紅色的 多的是英國跟法國 那這一張你如果搭配課本127頁的話 127頁在右下角是不是有一張地圖 搭配著看 我講話速度比較快 但這一節理論上各位比較吃得下來 127頁的底下是不是有一張地圖 來 本來北美洲有三個國家 就是我們剛剛發現的荷蘭啦 英國啦 法國在這裡競爭 荷蘭後來競爭失敗就推出 你們現在一定很熟美國的一個城市 叫紐約 它是不是New York New York 照字面翻譯是新約克 約克是英國的一個地名 可是這個地方曾經叫做新阿姆斯特丹 所以它曾經是荷蘭人最早殖民的一個港口 只是後來被英國奪去 所以你在這張地圖上看到的這個地方 曾經有荷蘭人在這邊 那荷蘭人建立新阿姆斯特丹的時間 跟它在台灣建立熱蘭茲城的時間是一樣的 荷蘭人海上馬車夫大概就在17世紀這段時間 但之後它在台灣的熱蘭茲殖民地 不是被鄭成功取代嗎 它在美洲的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被英國取代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英國跟法國加入戰局 七年戰爭後來就是在英法在爭執北美洲的這塊地方 好 那我們對比剛剛這一張 我的郭毅選它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原來只有西班牙葡萄牙 到這一張新的三個國家加入 因此它變得更複雜一點 我想課本一二七頁的最後到一二八頁 我們用這個簡單的方式 現在請你把一二八頁第四行畫下來 好 到了七世紀末 北美洲的東岸已經被英法兩國所分戰 是不是我投影片的這個部分 就是粉紅色跟綠色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課本其實129頁之前我們算講完了 但我覺得我們的課本講太少 其他課本其實講比較多 我現在再補充幾兩個觀念 其實新舊大陸 因為以前分隔太久 現在當它相遇的時候 會有很多新的狀況發生 來 第一個 你自己把它寫在一二八頁空白 任何地方都可以寫各個多大交換 哥倫布大交換是一個象徵性的用法 也就是1492年 當歐洲人來到美洲之後 有一個新大陸跟舊大陸 動物的交換 植物的交換 疾病的交換 我們把這些東西的交換 統稱就叫哥倫布大交換 不一定跟它本人有關 這只是一個象徵性的講法 好 那交換了什麼東西呢 交換了這一些 這些你真的要詳細看 因為我找不到中文比較好的圖 我就用英文 我隨便舉例 火雞是從哪州到舊大陸的 然後酪梨這種東西 是從新大陸到舊大陸的 那像那個馬鈴薯這些各位比較熟 還有像這邊很多 還有像玉米也是 那如果是舊大陸到新大陸的 各位看牛啦 雞啦 馬啦 豬啦 這些我剛剛講的大型乳類 是從舊大陸歐洲來到美洲的 那這邊很多動植物都有 蘋果或者是橄欖這些都有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話 它也牽涉到疾病的交換 所以這邊像bubonic plague 這是黑死病 黑死病是從舊大陸到新大陸的 這醫學是會提到 然後這邊像是瘧疾也是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殺死了超過90%的美洲原住民 the smallpox 這是天花 所以裡面有一些東西可能會變成 我們覺得交換是愉快的 因為有新的東西可以吃 有新的東西可以用 但有一些交換它背後 可能就有一些很殘酷的部分 你太久沒相遇了 你一相遇的時候 一開始都是震撼教育 那這一章 你可以自己再少時間詳細看 它其實也是一個動物的傳播史 植物的傳播史 或者疾病的傳播史 那這兩本書很有名 一本叫1491 一本叫1493 那這兩本書的右邊這一本 今年才又改版出了新的封面 可見它在台灣也滿暢銷的 那會叫1491就是在哥倫布大交換之前 1493就是在哥倫布大交換之後 我們今天講的介紹這些書 剛好都比較適合二三班群的同學來看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講的 都比較不是這些傳統的政治軍事 就是歷史會強調這一些人民比較多的部分 它反而比較強調的都是一些生態的 動物的植物的部分 所以這我介紹的書 大概每一本都非常之好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我們再提補充另外一個點 也麻煩你自己寫在哪裡呢 好 寫在130頁先翻開 好 寫之前我們先畫線第一行情畫 他們是指歐洲人帶來的病菌 也威脅原住民的生命 我覺得根本用的那個死語的強度 都不足以顯示這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都會只死掉百分之九十的人 這不是一般的情況 好 那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交換 你寫在130頁左上角空白的地方 白銀其實是在我們看到這個大交換當中 最顯著會看得到它影響的部分 因為白銀實際上影響到全世界 先是歐洲 再來就是世界經濟 好 這張地圖是自從打開了美洲的銀山之後 整個世界白銀的流動的狀況 那這一張因為各位如果比較遠看 你會只看到紅色的線 沒有看到箭頭 可是箭頭是有意義的 因為所有的箭頭都來自於這兩個地方 一個是墨西哥 一個是密魯 這就是美洲兩個盛產白銀的地方 那全世界當然其他地方也有產白銀 可是美洲特別多 所以等到第一大發現西班牙殖民的 你知道這些都是西班牙殖民地嗎 就把這個地方的白銀釋放到全世界 它造成重大的影響 那它第一個會運回到西班牙的塞維爾這個港 這是當時十六世紀歐洲的第一大港 再來會透過西班牙人跟全世界的貿易 各位知道西班牙人也跟中國貿易嗎 我手筆的這一條中國歷史上叫海上思路 跨過太平洋到菲律賓 再跟中國的沿海透過白銀交換中國的物資 所以白銀也慢慢充斥在中國 各位在高一有沒有學過 明代曾經有一個新的收稅的制度 叫一條鞭法 有聽過嗎 一條鞭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收稅 以白銀作為單位 一條鞭法是在什麼時候實施的 大概是1580年代 就在第一大發現之後 我在講的都是一個 因為哥倫布大交換之後所產生的影響 那白銀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 那所以白銀這個時候充斥全世界 好 各位再看這一張 請把重商主義也寫下來 重商主義就是一種白銀至上主義 我們這一集大概第三次比重商主義的 那重商主義有一種很病態的 對白銀的迷戀 認為白銀代表一個國家力量的強大 白銀越多 這個國家越強 我為什麼說到病態呢 因為我們現在不會這麼壓在單一的貴金屬上面 我們會認為很多東西可以象徵 一個國家的強大或者它的財富 可是這個時代為什麼白銀無限大 來 光這個在秘魯的波多西 今天波多西是在波利維亞這個國家 那之前是在秘魯 就是說這個有一個政治的變動 那光各位在這個版話上面所看到的 波多西這個銀礦山 全世界一半的白銀從這裡來 它的全盛時期光這個地方的銀礦就供應全世界的一半 百分之五十 你就知道當時西班牙真的是擁有銀山 那因此這個重商主義這麼強調白銀 其實跟西班牙在16世紀靠美洲開採了白銀的成功 當然是有關係的 可是當它隨後擴散到全世界去的時候 那它帶動了一件事情 你再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叫物價革命 這些都是我們課本漏掉應該寫沒有寫的 什麼叫物價革命呢 以白銀計價的東西都變貴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市場充斥著白銀 它從每週出來現在都變成銀元或者銀所表述的貨幣 那各位知道你是買同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用更多白銀才能買 因為銀這個時候相對便宜 銀變多了變便宜 反過來講特定的東西變貴了 你要用更多白銀才能去買 所以這個是以白銀作為計價的通貨膨脹 可以這樣子講 那它其實影響很多事情 中國也受影響 因為中國也收到很多美洲的白銀 可是它對中國是有好處的 因為各位知道通貨膨脹如果說是物價慢慢的漲 它其實對經濟是有幫助的 那通貨膨脹對誰沒有幫助呢 請看第二點 當時歐洲像封建制度固定收入的人 他們這時候就吃土了 固定收入的意思就是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之下 你能買東西變少了 因此你的經濟變差了 那誰經濟變好呢 凡是有參與這個經濟活動的像商人資本家 因此它有助於資本主義進一步的發展 有助於封建社會體制進一步的瓦解 所以我們光看這個美洲因為白銀的開產 哥倫布大交換裡面的其中一環 它就會有一個巨大的改變跟不同 所以我想我們是從整個哥倫布大交換 然後幫各位引申提幾個點 這幾個點都非常的重要 好 再來請看到括號4 中南美洲獨立運動 在我們剛剛講的16世紀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開始殖民 好 到17世紀 荷蘭人 英國人 法國人加入 到18世紀 大概每週的狀況是這樣子 可是18世紀到19世紀開始產生了變化 各位現在先把課本130頁的幾個地方畫下來 請看到背景這一段 18世紀在歐洲是啟蒙時代第二行情畫 很多新思想 自由 平等 這些天賦人權 我就不再重複講一遍了 然後後來這些理念還真的被落實 它化為一場一場的革命 你只請看到在這一段的倒數第二行 有沒有看到美國獨立跟法國大革命 美國獨立革命還就離中南美洲很近 就命案現場離中南美洲很近 會不會有影響呢 會有影響 等一下我馬上就會講這一段 所以這一些不管是思想上的衝擊 或者化為革命的行動 都讓中南美洲的人 不再像他過去的幾百年 甘於被殖民母國所控制 所剝削 所開發 所奴役 因此在18世紀 16世紀 開始有了中南美洲獨立運動 那頭影片我們先把幾種人做釐清 現在請你把兩種人的身分寫在 中南美洲獨立運動標題的旁邊 有一種人叫半島人 半島人就是他字面的意思 請問他是從哪一個半島來的 中南美洲都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殖民地 他們是從哪一個半島來的 伊比利半島 那因此這個半島人是伊比利半島 西班牙國王或者葡萄牙國王所派來的半島人 那這些半島人其實他們來美洲當官都是暫時的 他一段時間當官之後 他可能升官了就再回到半島了 因為殖民我國是一個崇高的存在 殖民地相對是比較低賤的存在 這如果是日治時期 台灣時 大概就是屬於內地人跟本島人的差別 只不過我們現在講的是另外一個殖民的版本 半島人地位高 另外有一種叫土生白人也請你寫下來 土生白人又叫克里奧人 那土生白人是異異 克里奧人是陰異 一樣的意思 土生白人其實他們的祖先還是在半島人 只是他們等於是移居到美洲了 他們其實很有錢 這些美洲的大莊園 熱帶栽培業 這些金山銀山都是他們的產業 他們在經濟上是強勢者 可是他們在政治地位上 這些土生白人因為他出生在中南美洲 他地位永遠比不上半島人 然後在整個升遷上 這些土生白人永遠只會在美洲認官 他有沒有可能跑到半島去認官 不會 他的最高的當官的位置 頂多就是當到中南美洲的眾都的位置 不會再高了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上身分的差別 社會階級的差異 那當然我這邊有一個類似金字塔的結構 把當時美洲前面兩種都是白人 就是半島跟土生白人 以及底下的包含美洲原住民跟黑人 他是一個階層非常森嚴的社會階級 社會結構的樣貌 那這邊我引述一段 當然各位二三類這一本書 就大概不會看到 可是這是一本名著 叫《想像的共同題》 那他就在講這些從伊比利半島來的人 他們巡迴在美洲當官之後 他會循序漸進 最後再回到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升官 所以美洲殖民地對他來講 只是一個暫時的存在 可是各位看這些所謂的歐裔海外移民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土生白人 他生在美洲他就永遠會待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不會有朝一日跑到半島去當官 那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題 他有一句話各位還是可以體會得到 既然生在美洲 他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西班牙人 既然生在西班牙 半島人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美洲人 這是後來中南美洲之所以獨立很關鍵的原因 也就是這些後來中南美洲要獨立的是誰呢 你剛剛不是把土生白人這個名字抄下來嗎 來 中南美洲支持獨立運動 主導獨立運動的不是美洲原住民 不是黑人 是這些土生白人 很多人其實誤會中南美洲獨立 就是美洲人力量的覺醒 當然概念上來講也是 可是這些美洲人是誰呢 其實是西班牙人的後代在美洲 葡萄牙人的後代在美洲 他們所推動的獨立運動 我們看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我們課本在這個地方都沒有提到 什麼具體的革命的過程 那我就幫課本舉一個例子 好 玻利瓦爾 玻利瓦爾就是今天南美洲有一個國家 叫玻利維亞 就是以他來命名國家的 那他號稱叫解放者 那他的經歷其實有一點特別 他就是一個土生白人 所以他就是一個典型的白人 可是他是美洲人在這裡出生的 那他後來跑到歐洲去 歐洲剛好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大革命的 所以他甚至跑去拿破崙的皇殿 他其實非常崇拜拿破崙 拿破崙是革命之子 拿破崙把自由平等國外的精神 整個擴散到了歐洲 所以他在拿破崙的身邊當隨從官 可是後來拿破崙做了一件事情 讓玻利瓦爾不能諒解 各位都知道拿破崙在1804年的時候 是不是成帝了 成帝的意思就是他跟那些歐洲原來的世襲統治者一樣 他一走回舊的路線 那這個時候玻利瓦爾他就辭掉了隨從官 回到了美洲 之後就參與了風起雲湧的美洲獨立運動 所以各位知道他是受過革命洗禮的 就跟我剛剛講的這一些啟蒙的思想 也在他腦袋當中 這些革命的運動他是近身見證的在歐洲 那後來拉丁美洲 也就是中南美洲的很多獨立運動 都跟玻利瓦爾有關 簡單講他到處三風點火 要脫離西班牙的統治 那課本請各位看131頁的地方 我照講比較快 但理論上各位應該還吞得下去 來課本131頁的圖你可以詳細看 可是我覺得他把它畫複雜了 我們既然不講每一個國家具體革命的過程 我影片這一張概念上你更容易懂 來1800年這一刻灰色的部分 全部都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 全部都是 可是只不過過了30年 斜線的部分就是脫離西班牙跟葡萄牙統治 你有發現中南美洲的政治景觀 產生了劇烈的變化 從殖民地是多數的國家都獨立的 所以他不能用單一的原因解釋 這一定有一個跨區域的 整個美洲的共同因素去解釋 為什麼這些國家通通在這個期間獨立的 各位知道如果以減肥來講的話 這張叫before 減肥前 after 減肥後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巨大的差別 在1800到1830呢 我們現在來看 國際情勢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常會覺得一個國家獨立 就這個國家要脫離控制他的人 控制他的這個勢力 因此他用自身的獨立 推翻了這個政權 所以的確有一些國家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們在歷史上見證更多的是 一個國家可以獨立是因為國際情勢成熟的 當全世界都在幫忙他的時候 他就獨立了 我們現在見證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這一段其實課本算寫得比較清楚 現在麻煩你把課本130頁 我們來畫幾個地方 此外這一段有沒有找到130頁 請在此外這一段的倒數第三項先畫下來 19世紀中南美洲出現眾多學校出版社報紙 社版學會 好 為什麼畫這幾句話呢 旁邊寫一下這些東西比較多叫大眾傳播 寫在旁邊 大眾傳播剛好是我們先前講民族主義 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你可以用方便的報紙 方便的訊息傳遞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覺得有在同一條船上 命運共同體的感覺 這是民族主義一個很成熟的條件 所以當時這些報紙傳遞的訊息 就讓中南美洲的這些地方有一種共同感 我們的命運是綁在一起的 我們跟半島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知道這些報刊都是在中南美洲流通的 那這是一個前提的條件 跟我們先前講的民族主義的觀念是有關的 再來我們看到是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要畫哪裡都自己請對照投影片 紅色我都不要急了 來19世紀初歐洲出大事了 先是罷國大革命 再來是拿破仁席捲全歐洲 各位知道特別是拿破仁席捲全歐洲的時候 他征服了一零一半島 簡單來講以中南美洲來說 殖民母國被征服了 殖民母國被征服的時候 殖民地就沒有大人了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這個一段時間不是一兩年 是可能長達十年的時間 中南美洲本來就形同獨立了 因為他們的殖民母國在哪裡呢 被拿破仁做控制 那拿破仁難道不會因為控制西班牙葡萄牙 想要控制美洲嗎 他也想但英國把他擋住了 拿破仁稱霸的時候 英國一直跟他敵對 所以這邊我有特別請你把英國標記起來 英國當時是大西洋的霸主 英國的船隻在大西洋區有壟斷 所以拿破仁儘管在歐洲稱霸陸地上 他有很多勝利的戰役 可是他沒有辦法在海上跟英國競爭 所以在英國阻擋之下 美洲這一些原本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 就等於是被隔開了 那因此我們看課本這一段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獨立之前的前奏以及背景 那可是拿破仁失敗了 可是之後歐洲有大大小小的革命 來各位看這就是課本敘述在131的地方 西班牙又發生反對國王的革命 無力兼顧海外殖民地 這邊請再畫下來 所以先是拿破仁戰役 殖民母國控制不了殖民地 再來又是殖民母國又出事了 殖民地好像又獨立了 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西班牙後來在革命失敗之後 他又想再把手伸回中南美洲 來這個時候英國出手了 就像當初拿破仁稱霸歐洲的時候 英國實際上阻擋了大西洋兩岸之間的連結 藍色的這一段在課本上 你特別畫下來這段很關鍵 英國期盼中南美洲殖民地獨立之後 可以成為一個新興市場 你知道英國在小子嗎 英國在不久前失去他在北美洲的殖民地 也就是十三殖民地美國 所以現在中南美洲之前因為沒大人 英國就跟中南美洲這些地方做生意 那如果說西班牙今天當他擬平了革命 再把軍力派到中南美洲 英國想要跟中南美洲做生意 是不是要經過西班牙同意 所以英國在心裡骨子裡 根本不想要西班牙的力量再回到中南美洲 好 你再念一次就懂了 英國期盼中南美洲殖民地獨立成為新興市場 成為英國重要的新的市場 那如果這個時候西班牙的力量退出 葡萄牙的力量退出 對英國來講是好事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國際情勢 對中南美洲獨立運動是有利的 好 那再來請你把131頁的最後一行 把這個人畫下來 這是美國總統門羅 好 他在1823年翻到132頁 他發表了門羅主義 自己改一下 這個字再怎麼翻譯都不會是主義 門羅政策 我差一個話題 各位或許會感興趣 你知道很久以前美國有一個 算是性感巨星叫瑪麗蓮夢露的嗎 你知道這個名字嗎 夢露其實就是門羅 我覺得中文翻譯真的很神奇 就是他是男的 他其實是性 就門羅其實是性 可是他是男的那個性 他就會變得比較像男性化 就門羅 可是門羅其實就是夢露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夢露主義 夢露政策 可是他就會唸起來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們自動把瑪麗裡面 然後後面的那個性就翻譯成夢露 因為這樣看起來像女生 可是夢露其實是性不是名 理論上跟他的性別是無關 那如果我們把瑪麗蓮夢露叫瑪麗蓮門羅 各位覺得是感覺好像就不那麼性感的 那個就是名字會讓我們有一些想像 好來 這個是附帶一題 那我們看到因此美國總統也講話了 門羅也講話了 這邊畫下來 美國想要強化自身在中南美洲的影響力 美國其實從立國以來就是那個潘恩 在常識這本書裡面所談的 美洲歸美洲 歐洲歸歐洲 所以各自管各自 歐洲不要管美洲的事 美洲也不會去管歐洲的事 其實門羅主義 門羅宣言 門羅政策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現在把課本的門羅主義 剛剛已經改政策 在上面加上四個字 門羅政策是一種美洲主義 就美洲歸美洲的 你歐洲人不要把你的黑手 伸到美洲的事物來管 好 美洲主義寫上去 所以課本不是講說歐洲列強 不要干涉美洲事物嗎 所以美國的立場是 他自己要當美洲的老大哥 他會管中南美洲的事物 可是他覺得歐洲就是舊世界 你們自己管自己的 美國有百分之百立場講這句話 各位知道美國當初是不是從一個 英國的殖民母國當中脫離而獨立的 他是從英國獨立的 所以現在當中南美洲要從西班牙手中獨立的時候 他是最有資格講話的 因此我們看到後來化為政策 叫做門羅政策 課本有這麼一張 所以歐洲你就回到你自己的歐洲 你們自己要有什麼複雜的一些外交而弱詐 不關我們美洲的事情 課本這張圖算寫得很清楚 好 我們離下課還有幾分鐘 我們再待一小段的非洲 我今天下課前會講到133頁 還有134頁的上面 那課本在四之一講的是歐洲跟剛剛講完的美洲的關係 現在講的是跟非洲的關係 好 來 先補一張課本沒有的圖 非洲其實最早去探險的是葡萄牙人 那葡萄牙從里斯本出發 15世紀中大概1450年開始 那葡萄牙有一位貴族叫航海家和立 他就沿著西非的海岸線 各位知道這不用什麼導航 他只要沿著海岸線這樣過來 那就可以探索很多有用的資源 那當時這些葡萄牙人在15世紀中 15世紀後期太左西非海岸線的時候 就發現什麼就把那個海岸命名為什麼 這個地方有黃金 他就叫黃金海岸 請你們再來幫我講他的名字叫什麼 這個地方有象牙所以他叫象牙海岸 這個地方有奴隸所以他叫奴隸海岸 對 所以葡萄牙人就命名了象牙海岸 黃金海岸 奴隸海岸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些非洲對於歐洲人來講 就是一個資源的存在 財富的存在 那所以這一段航海家亨利接到15世紀末 就是達解馬我們剛剛一開始上課講的 是不是繞過好望角然後抵達了印度 這樣以前後就接起來了 我們課本因為編排的方式 你會覺得好像是分兩個地方在講 請看到132頁 那一樣把紅色跟藍色的資標記起來 葡萄牙人是先在西非海岸探索的 所以剛剛一大堆的海岸的名字 然後等到達解馬繞過好望角之後 他們也在東非的沿岸建立了據點 就本來是西非繞過好望角 當然就到東非了 好 這些搭配地圖都沒有問題 那可是這些葡萄牙人的據點 到了17世紀的時候都被荷蘭人所取代 僅把133頁新開頭這一段第一行情話 17世紀的時候葡萄牙人的據點 都被荷蘭人所佔據 葡萄牙本來就不是一個強國 那17世紀當荷蘭人因為他獨立嘛 然後海上馬車夫又是姓卡爾文教派 然後賺錢榮耀上帝 這個時候在海上力量很猛 台灣是他的殖民地 這些原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 也一一的被佔有 包含像南非最早也是荷蘭人區開闢的 在這個地方往內陸開墾等等 那我們最後在下課要講奴隸制度跟三角貿易 請你把第二點這個地方給他三個請 133頁 好 然後三顆星之後翻到下一頁 有這麼一張圖 我們其實前面講過大西洋三角貿易 麻煩各位在期末考之前 這個三角貿易歐洲運什麼東西到非洲 哪一個地方運什麼東西到另外一個地方 請你用感情把每一個他的物品帶進去 那我們現在因為講三角貿易是講我手筆的奴隸的這個部分 來 這邊是一個人口 就是我們看到整個歷史上人口的大交換 也就是非洲的人口大量被販運到美洲去幫奴隸 我現在把課本畫得過於簡略的這兩個奴隸的箭頭 把它用另外一張圖畫的詳細一點 來 請看這一張 所以在整個西非海岸就有非常多的人口 由不同的歐洲國家販運 這邊的箭頭越粗的代表販運的黑人的人數越多 那一直這個地方巴西是由葡萄牙人販運 這邊還有法國的路線 英國的路線等等 那這些總共在300年當中 從16到19世紀被運送的黑人加起來有1500萬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那我們看幾張圖就下課 一般人都會覺得是白人去抓黑人 這是錯誤的 再講一次 不是白人去抓黑人 因為黑人他就生活在非洲的陸地 白人只會在岸邊等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場景是 白人跟他合作的非洲的黑人到內陸去捕捉其他部落的黑人 第一個場景是長這樣子 黑人捕捉黑人 然後再把他交到港口 課本有這一張 交到港口等在那邊要買賣的這些白人 所以這個時候白人是沒有能力進入非洲內陸 有非常多的熱帶疾病 非常多的叢林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個舊帝國主義的時期 其實白人是沒有能力進入到內陸的 那下一關是什麼呢 就把他們裝上船 那為什麼這一些黑奴會排列的這麼整齊 在船上的不同層的船艙來 他們全部被固定住 他們在長達一兩個月的航程當中 他們全部被固定在一個位置 吃喝拉撒睡都在這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慘無人道的事情 而且死亡率非常之高 那你會看到這一張圖就是這一些泛運黑奴的白人 他們要最有效率的在最多人過去 因為一個黑奴就代表一筆財富 這個白人的財富 然後最後抵達了美洲 就是從事熱帶栽培業 那像這一張的話就是從事甘蔗產業 那現在你把一個名詞助記上去之後 我們就下課 請在剛剛三顆星的奴隸制跟三角貿易 寫一下舊帝國主義時期 好 那由我們下一節課開始要看電影 所以等到我們看完三節課的電影之後 再回來我們會講非洲在新帝國主義時期 今天講到這邊自由下課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